一直被备受大家关注 绝对的未播鲜活的神隐 在此前发布了首版预告后 今日又再度传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聚集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即将排档开播 而且按照豆瓣标注的信息 以及额场的档期安排来看 神隐也是基本确定会在10月上线 届时以聚集的实力 以及赵露丝 王安瑜等主角们的人气 必定又能成为古装剧中值得一追的好剧 改编自新灵小说的神隐 是以身为凤凰的女主 在历经重重磨难不断成长 以及与男主之间的爱情为主线 在融合了诸如神魔之争 天下大义 判案 友情和亲情等诸多元素下 讲述了一出非常精彩且唯美的仙侠故事 在此前预告片中 我们也是能看到神隐相关的场景 浮化到以及特效方面 都有着非常高的水准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各自标志性的服装和造型 剧情的节奏紧凑 看点也是非常充足 是一部非常高质量的作品 担当男女主的王安瑜和赵露丝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气小花 不仅都有着极高的颜值 而且个人的演技实力 以及在作品里的表现也是非常的耀眼 绝对的强强联手下的双A组合 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力 男主王安瑜虽然不是公认的补装美男 但立体的五官 高大挺拔的身材 以及越发成熟的演技实力 和在作品里的精彩表现 仍旧让王安瑜的表现成为了大众期待和关注的焦点 就从此前预告和剧照来说 王安瑜此番不仅造型上非常的帅气 而且与角色的适配度也是非常之高 展现出了极佳的角色代入感 动作戏上的完成和呈现 也是有着极高的水准 整体的表现非常优秀 女主赵露丝 则是公认的古装美女 甜美的五官 可言可甜的性格 出众的古装扮相 让她在古偶 鲜偶题材中都有过非常亮眼的发挥 去年的《星汉灿烂》 且是天下中的表现 非常的出色 这次在神影中 赵露丝也是化身凤凰 不论是金色的凤凰造型 又或者是可爱灵动的蓝衣造型 都美出了新高度 且与角色有着非常好的适配度 与王安宇的同框 也是CP感尽显 呈现出了极好的化学反应 让人非常的期待 神影除了赵露丝和王安宇外 余下的阵容也是有着诸多看点 其中影儿就是公认的颜值实力派 出众的颜值 愈发成熟的演技 在主演的作品中 都有着非常亮眼的发挥 这次在神影中 饰演红弱的影儿 一身红色羽衣的装扮 尽显贵族之气 非常的有代入感 再者就是李云锐 有着非常帅气外形条件的李云锐 在近两年可谓是迎来了失业的新高峰 去年的新汉灿烂 暑气荡的风神第一步 再加上正在热播的西出玉门 李云锐已然成为了同期小生最为活跃的存在 这次在神影中 李云锐也是继续延续打寿的属性 战力值再度拉满 还有曹斐然 五官甜美 气质清新 有着超高颜值的曹斐然 挺借着梦中的那片海中和红颖一角的精彩表现 在收获了观众的认可的同时 也是让自己的人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绝对的颜值实力派 这次的绿衣造型 也是把曹斐然的颜值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堪称绝美 余夏的阵容下 也还有着加奈娜 崔航 贺开朗以及薛嘉宁等多位我们的老熟人参演 每一位都有着非常高的颜值 且各自的演技实力也是非常强劲 称得上是要颜值有颜值 要演技有演技 层次感分明 综合实力强劲 以神影的剧情和制作 以及相关的演员配置的实力 若如真能在10月上线 那无疑将是当机爆款最大的竞争者 停介着赵路斯的超强流量号照例 一旦剧情出彩 演员们表现在现的话 神影更是有望成为 又一标志性的古装天花版 对起 大家是怎么看呢